乌军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再对俄军目标连环发射炮弹 乌尔双方在巴赫姆特的战火越演越烈 前线士兵大喊急需西方先进武器 我们需要新攻击航空 新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更是在国际维安年度盛事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持续要军备 要炮弹 而会议上一大焦点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出席 愿西方国家军员给乌克兰的多数弹药都来自美国 也使得美国宾州这家制造弹药的工厂不得不加紧赶工 尤其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警告 乌克兰的弹药消耗率比目前北约的生产率高出好几倍 为了提升产量 五角大厦已经开始规划在德州和加拿大增设弹药工厂 除外标强反坦克飞弹 美国也打算增加两倍产量 火箭炮弹也要增加三成 美国智库分析 真产不只是为了应付乌俄战争 也是要在亚太地区用来威慑任何潜在危机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B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